各位观众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第二场比赛 北京微博最近到厦门VG 刚刚听完了评论席的发言 我只能说VG的代表 13B哥是自信和谦虚并存 然后呢微博的代表神人 人很话不多 人很话不多 今天我们进行当中看到两位教练 花楼和刘多余教练 刘多余教练一直在近两个赛季 都在指教厦门VG 他对于厦门VG的要求 其实就是让每一个人 做好自己该做的 在之前有个采访里面 他也说到了 希望就是大家能够把版本理解的 更快一点 然后能够帮大家迅速地 先在自己所在的位置 所上正轨 对 他是把厦门VG从B组又 带到了A组 对的 对的 今天跟我们第一场比赛的 行天教练是一样的 而和第一场比赛呢 也非常相同 对于厦门VG来说 这场比赛是对于上赛季的 就是S组队伍进行的一个正面挑战 而刚刚在评论席的嘉宾也聊到了 尤其是像13 在B组的队伍真的很难约训练赛 我们说的好一点 那就A组的队伍可能会约到 但是实际上有的时候 A组队伍都不一定能约得到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能够跟上层队伍进行交流的时候 这就是非常长经验的 你可能一个BO5打下来之后 你能收获的就不只是一个BO5 能够收获的了 因为你平时根本是没有办法 应该说没有机会 和这样一个老四强的队伍 在正式比赛当中进行交手 对 就据我所知 老四强的队伍是 我近期要跟其中一个队伍打 我就跟另外两个队伍训练 我就尽可能地避开 但是当我跟这个队伍打完之后 我接下来马尔跟另外一个队伍打的时候 你会发现老四强的队伍训练赛 永远都是围绕他们四个 所以他们在训练赛的过程当中 就会变得就越来越强 而且因为他们会彼此吸收各自的优点 然后去对于彼此之间玩的体系 也会有一个非常熟练的掌握 而这些东西是往往 B组那些队伍是接触不到的 是的 就他们可能还在摸爬 就滚打在找这种 得靠自己的理解 对 在找自己的理解 然后慢慢在摸的时候 人家都已经在往上进阶了 就你还在打基础的时候 人家已经在进阶了 所以在这场比赛 我认为不管是上一场比赛 对于RNGM来说 还这场比赛对于厦门VG来说 都是非常宝贵的一场BO5 这也是我们新赛制 这个赛季2023年KPL春季赛 第一轮新赛制 重新分组的意义和初心 希望能够让大家有更多的交流 不像以前我们在一个大组的时候 你总会跟头部队伍交手的 只是时间早晚的事情罢了 对不对 当时我记得 你在打职业的时候 那不就是早晚的事情吗 我当时打的时候是分东西部 然后这边西部的打完之后 然后还会跟东部那边交叉打 是呀 就是能互相吸收 就会发现的时候 我这个东部的干枪跟西部的干枪 多少还是会有一点区别 有一点区别的 是不是 那就能够看到 查局也会去练习 或者说我但凡在某个英雄上 我确实是没有你熟练 但是我可以去寻找一套 能够针对你和打你的东西 这样的话我能会在这场BO5里面 我多少不会在大分上输 或者说是我不会被你在 比分上拉得太大 而上个赛季刚刚黄超点到的 就是厦门VG 他的这个排名是有了改变的 这已经不再是B组的厦门VG了 就往上升了 是的 他们在上个赛季的 第二轮的比赛当中 五场比赛一共拿了四场的胜利 然后并且在加赛的过程当中 就是卡V赛的过程当中 4比0战胜了淘博 然后升到了A组 那是气势正胜 但是很可惜的是在第三阶段 他并没有能够进到季后赛 所以就看看这个赛季 他们的磨合情况了 而北京微博 刚刚说的很多BG 北京微博毕竟是已经 打过了一场比赛 而厦门VG这场比赛是赛季首秀 北京微博其实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 具备着夺冠能力的队伍 是的 让我们一起看看 这场比赛的BP 蓝色方北京微博 红色方厦门VG 首先一上来就翻掉海悦 他翻海悦的话 是不是有点想拿光云加凯的意思 还可以骗大乔一个半位 然后公孙黎搬掉了 我估计是想拿赛怀珍 赛怀珍也可以 赛怀珍现在是值得首抢的 对 因为在前天的比赛 就第一天的比赛 当时自动来的时候 有跟我们分享 就是他自己在亚天空赛的时候 如果对面是赛怀珍 他比较倾向拿公孙黎 因为他比较灵活 然后用二技能捏得比较死的话 可以挡赛怀珍的一个大招第二段 对的 因为赛怀珍的大招第二段的话 属于飞行物 是的 然后再加上海悦其实对赛怀珍 之前我们看到 我还以赛大pro也尝试拿出来想 就快一刻 但是海悦 其实赛怀珍在有大招的时候 不怕被海悦拉进去 对 看这一局的话 厦门VG选择了公门武装和夏欧敦 也是那个道理 公门这个英雄的话 也是可以用一技能挡下赛怀珍的大招二段 没错 其实厦门VG这个上野是有研究过的 是有想过的 就公本武装打赛怀珍其实真蛮好 还可以的 然后上路的夏侯敦对线打夏洛特 其实也OK的 田棋也好打 对 所以他把赛怀珍放出去的情况下 他搬到了蒙田嘛 他把赛怀珍放出去 上野这一配 你能够看到在RVR的过程当中 跟北京微博是能够正面碰撞 对 接下来就得看一个中辅的强度了 中路首先是北京微博出了一个沈松心 那反过来厦门VG直接拿不知火舞 来卡你什么东西 那就是厦门VG在这一局红色方的一个BP上面 都是在跟着北京微博 你拿什么样的阵容 我就拿什么样的跟你去做对抗 这是一个需要对抗的阵容 是的 而且算好了的 而且北京微博它其实不用想太多 因为像今天上神人在评论期说的讲 我打好自己的就行了 我不用考虑太多 厦门VG的话需要在战术部署上 像今天第一场比赛的 RNGM的第一局的那种赛前部署 我觉得在这局比赛我们可以关注一下 他们到底有没有去做准备 这种准备其实挺重要的 是的 在战术层面还有BP层面 看后两手厦门VG是马可波罗 鬼骨子 再加上有鬼骨子 那鲁班大师北京微博也给他搬掉了 来看一下最后一搬 考虑搬个什么 把小明给搬了 看一下最后在发育录的位置 戈亚直接拿一个对线强势的英雄 以陛下的名义 换成敌人杰同样的道理 这戈亚很灵活 戈亚你如果出来的话 你只要能够只要不被贴 他在团战的时候后期能力也很强 敌人杰的话他有个二级能可以解 解个控 那现在他们看着还想是把射手放在最后一选 一定要做到一个康的位 选了一个牛魔 牛战士上一场比赛 六五最后一局MVP就是牛魔 阿斗的牛魔 阿会非常的出色 那反过来北京微博就把这手对线强势敌人杰给抢了 如果说北京微博拿下这个敌人杰的话 那么有可能下面VG会选择一个萌亚 巧希的戈亚也是很猛的 巧希在上个赛季的戈亚 在联盟里面也是打出了名的 一共在上赛季拿了五次 没记错的话他应该是单赛季选戈亚自受最多的射手位选手 赢了三次 我还记得他的高光明场面是在蓝区蓝buff 对就是巧希在上个赛季 就下几赛的时候让我们感觉到了 啊原来戈亚可以打出30%以上的输出 对的 其他的戈亚就是打了 其他的东西有点呱沙 累死了打个20%来 来看一下小年最后一手选择到了加罗 长手 长手打短手 对 北京功夫队 也是北京微博啊 在上一场比赛和武汉EastarPro的对抗当中啊 展现了自己的团战能力 团战很能打 而这场比赛跟下面VG的对抗当中 看到下面VG这套阵容拿出来 那也是一个跟你打团的呀 尤其是在上中野的英雄选择上 VG的这套阵容 不光是从一个打线上也好 或者是打一个小规模半途节奏也好 都是会跟北京微博这套阵容 在整个前中期打得不可开交 没错 在下路的对线上 加罗去对线到戈亚 他手长优势 一顺长一顺强 对肯定会上去压制你 既然去压制你的话 戈亚在没人帮的情况下是挺难受的 这个时候就要看花卷了 花卷这个点他动起来 他到底是考虑帮上半拳还是帮下半拳 没错 然后紧接着就是背影这个点 他的夏侯敦在对线到紫墨的夏洛特的时候 紫墨的夏侯敦毋庸置疑非常厉害 但是在前期的时候确实在线上没快打 对的 CD不够打不了 夏洛特打那种没有续航的还挺厉害的 但是像夏侯敦这种被动30秒就可以来一下的 续航能力是非常强的 而且背影的夏侯敦上个赛季拿了10次 是他所有英雄里面拿的第二桌的 胜率有60% 紫墨的夏洛特在上个赛季则是100%的胜率 紫墨的夏洛特是有点腰的 我印象还非常深刻 是啊 然后紧接着就是我们刚刚聊到的嘛 就是在中路的对抗了 中路不足火舞 卡什森西的效果到底能不能打出来 因为这是KPL的中路选手们都应该具备的理解 在末将的手中 这场比赛的不足火舞 他的不足火舞在上赛季也拿到了六次 法罗教练和刘多宇教练在这场PP结束之后 接下来把时间交给选手们了 平时在往年是很少有机会看到这样的画面 对 北京微博之前是从B组一路杀上来的 在VG的面前对于北京微博来说 既熟悉也陌生 因为如今的他们已经不再是之前的他们了 对他们现在不光是选手的配置 还是在整个赛训团队的一个配置上面 都非常的豪华 对 好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下这场比赛 但是我们看一下 这首加罗其实选出来之后 我有一个比较想象的 可能不好保 如果要是陷入一个小逆风的话 那可能加罗这个点 他们是一套全进攻型的阵容 对于这个加罗来讲 他的考验非常大 也很考验小年这名选手了 他的一个站位非常重要 他要注意张飞的一个先手 然后自己留闪现去躲下罗特技能 是的 来吧 进入双方BO5的第一局比赛 本场比赛是北京微博的主场荣耀下面 追梦不休 蓝色方北京微博 红色方 下门VG 我是解说瓶子 我是解说黄超 敌军还有五秒到达战场 请做好准备 全军出击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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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门V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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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看一下第一波的现拳 然后包括双方的打野的buff 暖阳是选择从红开 而QY则是选择从蓝开 并且让乔西因为一级对线太弱了 所以帮忙打了一波野 那这样的话 会在两分钟前双方的打野应该会在对抗路直接遭遇到 嗯 而且这一个赤甲的归属就不好说了 这就得看一个中辅了 中辅这边对于上半区河道的掌控 还有自己在对抗路这边能不能打出优势 对 因为之前我们看到的是双方如果是镜向开野的话 通常赤甲都是对手的 对像赤甲这个点的话对于蓝色方而言啊 尤其是在玩到夏洛特的时候至关重要 因为赤甲他的血量非常的厚 他相当于是夏洛特的一个充电宝 对夏洛特可以平凡的用二技能利用这个赤甲去恢复血量 而且还可以叠层嘛 对的 来了进去先抢一波 但这个好像是QY拿到的 对被QY拿了 嗯 这里还可以先帮贝银抢个四 一波一技能拽两个二技能再炸一下 暖阳的赵怀真熟练度也很高 在他在上一场比赛的时候 就是前天的第三场比赛 就拿出来过 中路 在整个前期 夏洛特的VG因为是公本活5加牛魔这个中约服组合 所以他们的河道控制力是非常强的 对 这三个英雄抱在一起的话 北京微博如果想站河道 要被打状态的 可能就要 还有可能会吊人 对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牛魔出场啊 他的使用 就见人就会顶你 打得很主动 包括上个赛季的牛魔就已经是如此了 这个版本的S28的牛魔就是如此了 现在S30牛魔也进行了改动 但只是基于在一技能上的一些调整 有伤害变高了 我们叫了很多年的牛战士 现在终于又是牛战士了 真牛战士 加罗 加罗 这里到达四级之后 跟戈亚打就不太好打了 对 戈亚可以直接先手 先手打加罗的话 加罗就非常难受 就有黑沙爆弹的戈亚是另外一个戈亚 不是同一个戈亚 这波先进去 打两个残血 什么结果来灌一颗雷进去 最终还是把布置后给收掉了 暖阳拿到了一血 用赵怀真大招的二段 嗯 在刚才这波团开起来的时候 我看是末将和小磊先动的手 但是子墨这里 他用夏洛特的霸体 规避掉了这个控制效果 同时打出了伤害 还击飞了进来的不知火舞 击飞了两个人 这道阵容在上野上 北京卫博做的也是很强的 并没有很弱 也是这个版本比较主流的上野 配合赵怀真 我个人认为啊 可能要比其他英雄更好的英雄 就是夏洛特了 最好的标配 像赵怀真这个英雄 他其实在中后期代线 是稍微有点弱的 也需要夏洛特这样一个英雄 来看这一波 子墨 看这波子墨 挂一 然后赵怀真一个大招 击分了两个 然后七星光芒剑打满 然后赵怀真的第二段大招 子墨拿了一个闪影花 在他闪现旁边的那个小标记 闪影花现在对抗路 能抢还是抢一下 因为他的经济也涨了 从原来的七块钱 变成了十五块钱 多一点是一点 还有他真的非常的好用 他可以 就是当你上路清完一波线 回全之后 然后可以直接用闪影花 传到下路去打一个支援 没错 让你快速上线 你从家里跑到线上 如果是在边线的话 大概要跑十三到十五秒的时间 又是这个位置 特别想对暖阳的蓝动手啊 不过打了两波都没打进去 嗯 下路压进去了 闪现叫的很果断 这一个闪现躲了双大招 张飞加戈亚的两个打 用一个闪现化解这个危机的话 那等到下一波新鱼 张飞有大的时候 我觉得下面VG要想着 好好保护一下小年 对 如果不保的话 肯定是会被击杀的 又吃了一颗雷 下路压力太大了 在中路交手 哦 暖阳关单杀了 这被赵怀珍遇到不足够是没脾气的 大招一开全霸体 还能挡你扇子 刚才末将是想看到赵怀珍之后 被拉得想跑 然后暖阳直接在他一个身前位 续着一个二技能 然后你控制撞到他身上的时候 被原地给震晕了 这二技能在霸体的可以抵挡一次 控制技能的同时 如果要是正好技能命中了 他还可以往前方放一个波 那个波是有一个晕眩效果 大招开起来 小蕾牛魔顶得非常的漂亮 如果他没有闪顶那一下 QY就走不掉了 然后他闪顶完之后 还顺带等到末将过来支援 把花园给留下来 这波北京微博是把下路的一塔的同时 进攻的蓝区 是一气呵神的一波行为 在下面VG的防守做得也很到位 现阶段他们阵容的强度 还可以保持在这个阶段 跟北京微博进行对抗 他们这个阵容要小心一点 在他们现在身后是有塔的 也好打 但是如果打到后面的话 像紫末和暖阳如果能够绕了 这阵容就需要注意一点了 对 这波北京微博是要打一个名牌 直接抢中 然后转上五人压一下 五个人来一起压 我五是不在的 没错 那只要放塔了 对 而且牛魔和夏欧敦也没闪现 这个塔是完全不能守 这个塔只能放了 没办法 他如果要是守的话 就直接强阅塔打 哎 这波拽回来 已经开完 又震了一下 夏侯敦的二段一 是给了足够的反应时间 放二的 很好震 对 刚在野区也被暖阳震了一下 然后紫末就赶到了 就那一震 让背影没有办法第一时间撤退 于是乎紫末赶过来打了那一波团 然后在中路的刚刚那一个阵也很危险 这一个大没拍到 那把人给逼走了 是的 但是这个蓝buff啊 并没有让Q1拿到已经成功的完成了骚扰 好 现在夏侯敦机上不知虎物带鞭 得让他好好发育一下 前期那一波阵亡影响还挺大的 没错 然后现在珈罗的话 他自己在中路这里 利用长手倾线也比较舒服 但是要小心啊 就是我们不要小看赵怀震的手 其实挺长的 他那个一技能能很好的拉到人 牛魔这一个大伞拍到了哥亚 但是身后没有人可以跟上 不足够我还没有就位 但不足够我卡了一个后方 后方的位置 然后发现没什么打起来的意识 直接就把中路线给清了 这一局比赛是一个逞机张飞啊 他们进到了野区 反掉了小年的红buff 心语的一个逞 给他逞掉了 那野区也没有保护了 微波的节奏其实打得很明显 在厦门VG面对到微波每波 buff的进攻 守的都是比较困难的 没错 主要还是时间上 被北京微波全部记住了 再控个龙加个伤害 这波蓝区又没有办法防守了 因为下路北京微波是四个人 这波是直接上路的线压进去 然后包过来看看能不能成 但是子墨也过来了 没办法 蓝buff依旧被暖阳给反掉 牛魔是保了一波火武在上路带线 所以他们没有卡好这个蓝buff的刷音时间 导致于回防不及时 现在北京微波有两个选择 要么把下路兵线送过去 推下路二塔 要么直接进厦门VG的红buff野区 打入侵 看这个样子是想在红buff野区做阳攻 然后下线送过去 下线送了过去 如果红很散就过去打 如果红反不了 这波VG很果断 赶紧去推下路二塔 对他很果断 直接五个人过来保 这下塔给你就给你了 而且下车刷了一波兵线 对 但北京微波这里 把你红军视野全开之后 直接把中路兵线送过去 把中塔给拔了 这波你要选择东西太多了 这一个拉 直接把下红的一锦的拉反了 没办法 沈梦西又是一颗雷 这个时间点啊 就不说其他人的克制了 花卷对于小年这个加罗的克制 是实打实的 一颗雷下去你就残了 因为下门VG他们的站位 比较集中的关系 沈梦西的消耗在这个中期 会让下门VG非常的头疼 对 而且我刚刚也讲了嘛 就是你这一局比赛的辅助 选择的是牛魔 你没有什么反制能力 你遇到沈梦西的雷 你要么只能先把救赎做出来 救赎之意 但是小蕾他出的是敬位荣耀 他第一场面先出的敬位荣耀 他现在救赎还没出 他现在选择补双抗 嗯 这就让小年很难受了 他现在要补输出桩 他身上的魔抗就只有一个 一百亿的魔抗鞋 闪大 没有开到 这是个大闪 那要退了 VG一直在 节奏上被北京微博牵着走 微博一颗雷 砸你闪现的位置 是的 不交闪不行了 不交闪星雨进去就直接喷了 二塔拿完之后 看北京微博要可以转到红buff野区 再空一个红 速率上有点来不及了 下面VG因为在自家回防特别快 但是第一时间没有选择打 公本是往上路线跑了一跑 微博这边也是让乔西回野区 把视野打开了 对 最终还是给到了小年 微博就是利用上一波的红区 拔掉了厦门VG的中一塔 这一波让厦门VG就变得很难受了 然后于是乎下路的二塔也没办法守 然后星雨不再把视野全开之后 微博直接控掉这条主宰 厦门VG现在只能采取防守反击的策略 QY的经济倒是挺高的 9000块钱的公本武藏 但是在发运路的经济上差的有点大 虽然说乔西现在是9000的经济 但我觉得如果打团真打起来的话 厦门VG还是有机会 只是这个机会有点小 因为乔西这把带的是进化 而墨将的这个装备 火舞三件套 它是够秒乔西的 就是一套爆发进去 主要是你没有魔抗啊 只是乔西这手进化 如果放好了的话 那墨将就要死在里面 他是能拉扯出去的 一技能的爆发移速 加上二技能的位移 这一波直接冲进去 硬开大招直接扑死了 戈亚乔西阵亡 看这一波暖阳过来 一技能直接拽到 再往前追击 四段强谱是能够有一段位移的 再追上去 大招开起来 直接接上去 再接一个强化A 又A死了 攻击武藏再A一下 第三个人头 是为花卷给收下 在后方 在战斗画面的另一侧 紫墨也是收掉了背影 是的 把夏侯顿给带走了 现在只剩下小年一个人 上路还有兵线 可以推一个上高吗 看这个血量 完全允许 可以推掉 可以扛一下 可以扛一下 这两个人 没有兵线了 再来一下 然后下路 紫墨也是消耗一波 紫墨是退不掉了 并就一个人 而且龙斌刚刚是被小年打残了 刚才BG就是抓了一个机会 看到你乔西 这边的这个站位稍微有点脱节 乔西也是仗着自己有进化 一高人胆大 然后小蕾直接上去点他的 就是应该一个闪现过去顶他的 还有跟QY的工本一套 对 这两个人进场就已经把乔西的进化给逼出来了 然后博武进场直接把他秒了 来看这一波 但也是因为这个点 厦门VG在杀乔西的时候 交了太多的技能了 交了太多技能了 技能全交 就为了杀一个乔西 是的 乔西这一波是笑着走的 这一波又进去 乔洋直接被暖洋给贴死了 暖洋再往前追 还能再追 是的 再来一个大招直接不可的加罗 加罗阵王 再去黏小蕾 小蕾只能二技能往回顶了 攻攻武装 你看没人了 回头反打张飞 戈亚跟了过来 刚刚夏侯敦 背影过去想去单切乔西 没有成功 被乔西反杀 小蕾也是被花卷的 一个综合爆款炸死了 一个大招 被带走了 这一波再一个二技能 一技能拽回来 跟我们直接大招往前走 张飞一个回头反噴 但是攻武装有机会能打吗 被一个小加速拉扯了开来 没有杀掉一波 团灭了夏门VG之后 14分42秒 让我们恭喜北京微博 拿下第一局 这个阵容 其实我们重点就是在看前期的博弈 前期 前期的博弈上面 暖洋这个赵怀真 单杀完了不知火舞之后 感觉整个夏门VG在对抗上面 就陷入了下风 没错 而且北京微博 整个对于夏门VG的野区掌控 让夏门VG太窒息了 对 然后在后面他们通过一个兵线的运营 然后对野区的控制 不断的蚕食夏门VG的资源 没错 这场比赛 暖洋也是拿到了七个人头超神 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评论起 这局BP结束 其实我们就有在讨论一个点 就夏门VG 其实这套阵容你要说 夏火灯 弓本 火舞加牛魔 你这四个单看好像还不错 强进攻节奏 强控 有坦度 但是你单搭那个加罗 就感觉有点乖乖 就加罗它其实是需要保护的 但是这四个对它的保护性不是很高 然后以至于打 看着加罗玩起来特别难受 你看就像上路倒数第二波团战 就很明显 四个队友全部往前冲了 加罗一个人在后面 可能被稍微耗了一下血以后 你就没有任何的速度反应 我所有人都是往前冲 对的 而且这局有几次 我觉得VG的前期的决策 并没有做好 有一波蓝区 那波蓝区的话 夏火灯在蓝里面 他把大招 他出去的时候把大招交了嘛 然后那波 我们就可以往外面直接追了 而且中阻应该有我们的视野的 直接就可以打的 那波 就那波其实也是一个很关键的节点吧 因为其实在上一场微博的比赛当中 就很明显的发现 他们在中左中右的核道视野的主观进攻 主观进攻打了很多 因为四分之前可能已经也具有风险 但在核道打架其实是很公平的一个地方 所以我就觉得VG这两个点今天一定要去更好的解决 也不过其实是有点 小贝他算是夏火灯去骚扰的时候 其实没有到位嘛 因为他一个人去骚扰 其实起不到什么效果 他得带着火舞都去打打联动 然后在一波追出来之后吧 我觉得末将他有一些失误嘛 火舞其实被开到了 其实正常说一个人都不会 就可能被打破状态 但其实前面也是亏 但是后面亏的更多 因为还是减缘了 对 而且其实夏火灯作为一个 可以说是单位仪加上闪现双位仪的 这样一个前排 你如果说要孤身去进入到 改动后的一个蓝buff 可能真的要出来是 比较一个打招呼的闪现 所以在那种环境下 就前期还是要做 更细致的一个布局和部署吧 那当然这局 还有个很明显的一个体现 就是其实整体VG的想法 就是我从局内的判断 他们选出这四个往前冲的英雄 是想打架的 但是我觉得就是前期的节奏 其实也没那么好起 无非最多就是在中路 或者是在上路找机会 会多一些吧 就是要么找夏洛特的机会 要么找什么机会 因为有火舞和工本常开团 你找不机会 还有牛魔 但是当中左卡住了之后 就当北京微博开始着重 对于河道进行布防的时候 VG的转线非常的困难 就其实还是缺少几波机会去开团 因为如果我们这边如果先动手的话 就是说火舞比如说一闪牛魔大闪 如果开到什么西伙的夏洛特 如果去接到combo的话 就是先手还是有机会的 但是如果一直是后手的话 那可能机会比较小 一般看起来打他们打到 打到中间的时候都是偏打反手 那其实太被动了 是 而且把赵怀真真的打得舒服 是的 赵怀真是的 这个点他大招一开 你加罗什么的都不敢往前面点 而且大招伤也是非常高的 对 而且两段小的位移和小控制 一给你很多技能 包括你所站的一个站位 都会被赵怀真给严重的影响 好几次都是这样 这把前面看着加罗是压着割压打 但其实割压到4级之后 就不怕加罗了 就4级前确实会被加罗压制一下 本局MVP给到了暖阳赵怀真 这把很舒服 就当有一定的视野优势 然后在对手可能想打一个强进攻节奏 再做一个进场收割 或者说打一个先手小控制 还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但我看到他最后会不绕后的时候 我就知道差不多应该没了 嗯 我们说就这波 这波末将他自己就是一技能去踢夏洛特 其实这波做得不成功 踢夏洛特把自己 结果把自己给击飞了 嗯 这波也是一个人镜头被直接被逮住了 河道一旦开始布防之后 火舞就很难动起来了 是的 这波也是被他绕后了 能看到暖阳直接绕后了 对 架罗其实输出环境是真的没有 先不说输出环境 他现在输出伤害都不行 是的 首先伤害发育还没发育起来 这是一个点 然后就是能看到就是哥呀一个大招 他没有输出 然后在什么系一个大招 他又没有输出 就完全一个连锁反应 对的 就封死了 所以没有人可以帮他打到控制和保护他 所以现在的问题来 就VG这把的这个BP 就当时一出来的时候 我们就在想一个问题 就其实你们看仔细看北京微博 夏洛特加赵怀珍 这是一个组合 你一起拿 前两楼拿是没什么任何的问题 沈梦希加张飞 我觉得这两个点 你起码要封锁掉一个 因为猫加上 就前面我们在聊 猫加王昭勋 可能是这个版本比较T0的一个中路 法式的一个存在 就是 其实拿的 就是主要是在微博拿到什么系之后 我们这边尽量就是 如果有张飞 如果拿加罗的话 这边最好自己的拿个张飞 保护加罗 让什么系的效果 会减少一点比较好 对 然后如果张飞带个成绩 其实在这场什么系的前进强度 野区其实 这把野区还好 野区没有怎么被入侵 但是打到中期 被找了几波机会后 张飞带个成绩 其实入侵性也挺强的 是 这局星宇也是做好了 很多的一些想法 我通过对你野区的骚扰 去缩减你线上发育的一个时间和空间 你看 很明显的一个感受是 当双边塔一破 然后 你的蓝和你的红 就很难去进行一个 防守和协帮了 VG有一波 我记得很清楚 也是因为在于这个边塔掉了之后 对于红区 进行了个五人的红霸防守 导致自己丢掉了中塔 其实主要是五个人守才能守住 然后下路兵线其实也没有勤 等于是 亏了一波中线 亏了一个中线 中塔和一个下路二塔的血量 和下路的兵线 其实损失很多东西守一个红 但是加罗的发育都实在太久了 拖不到后期 而且加罗的输出环境很差 是 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行程段 对于VG来说 就需要 好好的去把控一下局内的 局内的整体的一个节奏和自己的动向 因为在BP出现之后 我就觉得应该会要定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基调 说我这局到底要去进行怎么打 那如果说你要保一个加罗到一个大后期 那你选择牛魔火火攻本下后蹲 就意义就没有了 这其实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前中线的选择 那神人你觉得对于这场比赛 整体VG或者说你对他的下一局 你会有怎样的一些建议 因为我们会感觉到什么 就VG的四手选择是想打 但是他的一手选择是想保后期 你的判断会是什么 我感觉 什么感觉 因为我觉得他们要 要么就选要打 要选的话 就选一起冲的嘛 对 对起码就是你加罗 要么就改变成一个游舍 或者说像公顺利 像圣像马格波罗 你就增加你自己的一个前中期 然后起码不可能说你把你所有的宝 就是压在一个很尴尬的位置 主要是你队友上了 如果你不敢输出的话 那没什么用啊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VG在这段时间 一定要好好梳理的一个最核心的关键点 同样感谢官方协夫合作伙伴Puma 请礼支持 初装标配 超神开黑 身来为瘾 实战秀不停 微信搜一搜腾讯网卡 免费领取赛事官方团战卡更多福利 等你来临 KPL春季赛上海主场大屏 由周明科技提供高清显示细理转播 为您呈现王者时刻 那其实对于VG还有一个难关啊 也是在于刚刚那局舞 神仁老师提到的那波 对于蓝区的那个地方 河道 左河道口 中左的那个整体的位置 其实是北京微博在近两场B5当中 频频出节奏的一个 一个奇招 我觉得在下一局 VG一定要好好的地方 好比赛马上开始 我们稍微休息 一会儿我们回来